停电的医院里,小护士端着蜡烛强往重症病房 突然,他手里的蜡烛被吹灭 而与此同时,一股无情的力量把他拖进了黑暗之中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恐怖片《鬼护士》 1974年的伦敦,因工人罢工能源不足,政府启动了先电令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女主来到东伦敦皇家医院应聘一个护士的职位 女主自认为很有孩子缘,因此他希望能到小儿科任职 护士长约法三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跟医生闲聊天 这个医院的构造错综复杂,为了防止有人迷路 护士长把每层楼都刷上了不同颜色的油漆 一楼绿色,二楼棕色,三楼蓝色,四楼黄色 女主被指派到了蓝色楼层的妇科 头一天上班,女主难免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由于医院晚上要停电,护士们都显得有些紧张 女主在卫生间遇到了少言寡语的病人小天田 女主把小天田带到三楼的儿科,见到了男医生 女主在上学期间读过不少男医生的论文 她禁不住跟男医生攀台了起来 完全忘了护士长之前交代的不能跟医生谈话的规定 两人正热火朝天的聊着,护士长黑着脸出现了 对于女主这种把她的话当耳旁风的行为 护士长非常的生气 为了惩罚女主,护士长让女主往上到重症病房职业班 天黑之后医院停电了 女主以前在孤儿院似乎有过不好的经历,因此比较怕黑 她来到重症病房,遇到了之前一起上学的炮灰紧 女主在病房里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 而且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她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发电机出现了故障 屋子里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 女主总感觉病房里有些不对劲 她端着蜡烛出去查看,没想到撞进了鬼睡灯 虽然发电机修好了,但女主已经被吓得有些魂不守舍了 维修公狗盛是个花花公子 看到新来的女主颇有几分姿色 这家伙就动了歪心思 护士炮灰姐和维修公狗盛的关系显然不那么纯洁 两人随着医院在病房里是又蹦又跳吓唬闹 女主按照炮灰姐的吩咐到二楼拿药 意外的遇到了维修公狗盛 女主一看狗盛两眼放着贼光 这心里当时就黄了 吓得急忙踢着灯跑了 漆黑的走廊 头一天上班的女主根本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而且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吓唬她 女主像一只没头的苍蝇跑进了地下室 熊熊燃烧的锅炉前放着一个被烧焦的玩具小狗 女主刚把手伸过去就被院鬼拽得是东倒西外 帽子也没来头发也乱了 女主被吓得是花着乱颤 当她回到重症病房 发现炮灰姐已经不见了 她急忙打电话求救 二楼的两名护士很快赶到 女主说自己很可能是火箭鬼了 但这两名护士根本就不信 三人正在聊着的时候 一直想从医院逃跑的小甜甜被护士给发现 小甜甜显然不是头一回逃跑 两名护士也显得很不耐烦 不过女主对小甜甜特别的有耐心 她打开小甜甜的画册 回来之后女主开始不断的出现幻觉 而且很快就被院鬼给付了身 女主在地板上张牙舞爪浑身抽搐 可把两名护士给吓坏了 最后还是小甜甜抓住女主的手 才把女主给唤醒了 胖护士意识到形势不对 让女主赶快离开医院 别再跟那添乱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鬼魂再次附在了女主的身上 昏迷中女主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鬼魂 而这个鬼魂正是小甜甜手里那张照片上的小萝莉 向胖护士一打听女主得知 小萝莉曾在这里住过院 小萝莉也是孤儿院的孩子 后来莫名其妙的从医院逃跑了 女主认为正是小萝莉的鬼魂一直在折磨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 护士炮灰姐突然出现了 不过炮灰姐的眼睛已经被人给弄瞎了 胖护士马上就意识到 这肯定是女主干的 她怒不可遏的把女主关进了小黑屋屋 但没过多久 女主便破窗而出摔在了地上 看着女主诡异的身形从地上站起 并一步步朝他们走来 胖护士举起了装碗麻醉机的针管 从女主刺去 被小萝莉鬼魂附身的女主反应神速 一把就攥住了胖护士的手腕 并最终把针头刺进了胖护士的胖蓝袋 从炮灰姐的自言自语中可以听出来 小萝莉当年是被某个禽兽强暴后杀害了 而知道这件事的炮灰姐 以及其他一些医护人员 却把这件事给掩盖了 胖护士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 于是便打算跳窗户逃走 可由于笨手笨脚 直接掉下去摔断了腿 而什么都看不见 还到处下悬磨的炮灰姐 也很快摔死在了楼梯口 清醒之后的女主意识到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提着油灯就打算逃走 在逃跑的过程中 她才意识到是小萝莉的鬼魂 借她的手弄下了炮灰姐的眼睛 烧死了涂抹不轨的维修棍口声 她狂奔在漆黑的走廊上 但没跑路多远 就被小萝莉的鬼魂 强行给拽了回去 醒来的女主为了摆脱 小萝莉鬼魂的纠缠 吃下了大把的药片打算自杀 第二天一早 昏死在病床上的女主经过抢救 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小甜甜过来看望女主 但由于小甜甜说的是外语 而年轻的医生又不愿意翻译 因此女主听的是一头雾水 年轻医生说小甜甜 马上就要被送到关爱之家了 护士炮灰姐和维修工狗胜的死 令院方非常的震惊 院长带着人前来询问女主 女主期望报警 但是被医生给拒绝了 女主说出了当年小萝莉在这里治疗时 被强暴后扔到锅炉里烧死的事实 但院长却否认曾收治过小萝莉 而女主之所以会被小萝莉的鬼魂选中 是因为她在孤儿院的时候也被摧残过 男医生表示自己会亲自送小甜甜去关爱之家 让女主放心就是了 女主打开小甜甜的画册 用橡皮擦去了上面的印记 看到了男医生的画像 女主跑出病房 看到男医生正带着小甜甜往前走 原来当年伤害小萝莉的正是这个禽兽 此时她又把魔爪伸向了小甜甜 避失到恶情已经暴露的男医生 把女主带到了地下室准备杀人灭口 这个时候女主才明白 小萝莉的鬼魂为什么要杀维修工狗生 原来地下室的钥匙就是狗生交给男医生的 在女主义愤填膺的质问下 男医生是恼羞承诺 为了解决掉这个禽兽 女主请小萝莉的鬼魂附在了自己的身上 男医生虽然是个强壮的禽兽 但跟有超能力的鬼魂斗 显然是在拿鸡蛋烹石头 收拾完男医生 小萝莉的鬼魂和女主 又把腐败不作为的院长给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作恶之前先想好 报应肯定少不了 举头三尺有神明 看你能往哪里跑